大家好我是陳耀迅 我們今天要為大家示範的是奶油酥 好我們現在要來做麵團的一個攪拌 將所有的食材都一起放到攪拌缸當中 要有麵粉 然後糖跟鹽巴 那以及我們的新鮮酵母 那新鮮酵母我們放的時候 稍微注意一下盡量不要讓它跟糖跟鹽巴有接觸到 然後我們加入我們的奶油 以及我們的法國老麵 跟我們的水 然後我們再用慢素 去讓麵團做一個攪拌 那我們攪拌完成的程度呢 基本上它不會有太多的一個麵筋 那它表面其實也不會呈現是一個光滑麵 大概就是全部融合的這個程度就可以了 奶油酥的麵團它稍微水分比較少 比較硬一點 所以我們會用摺的方式把它摺成一個圓形 往中心點摺 那同時讓它的表面漸漸的一個光滑 那這樣的一個程度呢 我們把它放到28度的發燥箱 或者是28度的室溫 做一個30分鐘的基本發酵 過了30分鐘的基本發酵之後 我們首先先把麵團壓平 然後放入到塑膠袋當中 這主要是避免我們的麵團在低溫發酵的過程當中呢 它的表皮不要讓它乾燥 厚度我們盡可能讓它一致 避免造成我們在冷藏當中的降溫會不平衡 那這樣的狀態呢 我們把它放到我們的冷藏庫當中 去做一個12個小時至24小時的一個低溫發酵 經過了一個晚上的低溫發酵之後 那我們現在來進行補油的一個動作 那我們先將麵團呢 壓到可以包覆住這個奶油片的一個大小 那我們把奶油片放在麵團的正中間 然後把左右兩側對折 那我們盡可能不要讓這個對折的地方 重疊的麵團太多 就是剛好麵團可以把奶油包覆起來就可以了 那我們用擀麵棍 稍微壓一下 這個動作最主要是我們希望麵團跟奶油的結合 它會稍微好一點 那我們把兩側的麵團稍微割開 兩側這邊的麵團太多 所以我稍微把它割開 讓等一下鹽壓的時候奶油片可以稍微跑出來一點 那我們現在進行一次三折 我們總共會進行三次的三折 那因為我們麵筋呢 會隨著我們鹽壓的次數 把它愈來愈強 所以當我們要三折三次的時候 我們會先進行三折兩次 我們就用塑膠袋一樣把麵團包覆好 然後移到我們的冷凍庫當中 我們去進行一個30分鐘的一個鬆弛 那我們現在要來做 奶油酥麵團的第三次的鹽壓 那我們先將三折兩次的這個麵團的鹽壓開來 我們鹽壓開來之後呢 我們先把它折一個三折 就是折一個記號 這個凹槽的時候我們折一個折線出來 那我們剛剛折完了 我們這邊就會有兩個凹陷嘛 那我們把我們的細砂糖鋪在這個中間 我們平均的鋪滿就好了不用太厚 然後折過來之後 我們再鋪一次 那折完之後呢 因為我們有細砂糖鋪在中間 所以麵團的黏著會沒有那麼好 所以折完之後我們稍微用機器 再把它鹽壓緊一點 那折完三折這個麵團呢 我們把它放回去冷凍庫 再鬆弛60分鐘之後 我們再來做最後的鹽壓成型 那現在這個狀態呢 基本上是我們在做完 剛剛做完第三次的鹽壓之後 然後再冷凍庫30分鐘 然後我們移到冷藏庫 一樣進行30分鐘 總共一個小時的鬆弛時間 那它的軟硬度呢 其實最好是呈現出 稍微有一點拿在手中 它不會往下垂的這個硬度 那我們現在來做最後一次的鹽壓 那我們要鹽壓到3.5公分的一個厚度 那因為我們最後面 我們要成型的尺寸是 10乘10的一個正方形 所以我現在這邊呢 會把它壓到21公分左右 那我們再轉向來壓我們的長度 那我們沿壓到我們要的厚度3.5mm之後呢 我們現在就把它移到我們的工作桌 我們現在來進行一個裁切的動作 那我們要切10乘10的正方形 那這個尺寸10乘10 它其實是對應我們今天所使用的一個模具 那所以大家如果在製作的時候 可以因應我們模具的大小去更改我們的尺寸 編料裁下來的尺寸呢 其實我們也可以不要浪費 它其實可以留著 加到我們甜麵包的攪拌麵團 當一個老麵使用也可以 或者是說我們把它切成丁狀 然後再把它放到研磨裡面壓平 把它做成一個類似像餅乾一樣的 蛋賣類的一個產品也可以 那我們切成10乘10的正方形 它重量大概會是在70公克左右 那我們現在來做成型呢 我們把四個角讓它往中心點拉進來 然後稍微各自重疊一點點 然後我們用力壓一下 那我們再把這個有層次的這個表面 朝下放到我們的模子裡面 那我們的模子呢 已經有塗了20公克的 魯帕克的無鹽發酵奶油 那跟10公克的砂糖在底部 那奶油呢 我們盡量可以讓它塗厚一點 就是我們看得到奶油的顆粒狀 然後在我們經過高溫烤焙之後 它產生一個焦糖化的一個效果 吃起來的底部 會有一層焦糖脆脆的 麵團當中的砂糖 它也會焦糖化 然後慢慢的流出來 那我們全部成型完了 我們一樣把它放到 我們的30度的一個發酵箱 60分鐘至70分鐘左右 現在已經發酵完成 我們準備入爐烤焙 那原則上我們就是 把它發到麵團的頂點 它大概有超過這個 模具的一個高度 那我們會用上火200度 那底火210度 我們希望它底部 是呈現一些焦糖化的一個感覺 所以我們的底火會稍微高一點 那我們先設12分鐘去做一個烤焙 那出爐前呢 我們可以先再次確認一下 稍微把這個麵團拿開模子 我們確認一下旁邊有沒有上色 我們就可以準備出爐 好 那我們今天的奶油酥 出爐完畢 出爐的時候 我們脫模之後 我們先把原本的正面朝上 待它稍微冷卻之後 我們再把它翻過來 讓我們原本的底部朝上 去做為一個商品的一個表面做販售 剛出爐的時候 我們麵包的表皮它非常的柔軟 如果我們這個時候就把它翻過來 它很容易就壓扁了 那它整體的高度就會沒有這麼高 我們奶油酥最大的特色 其實是它的模具下面 我們塗上的奶油跟砂糖 所製造出來的這個焦糖化的一個表面 所以它會有一點點光澤 糖的光澤度 像糖衣的感覺 它的賣相相對的會比較好 那這樣子的搭配使用呢 其實在歐洲是一個很經典的一個 單賣可送的一個種類 亞洲地區通常它比較沒有那麼常見 是因為大家會覺得說 這樣的商品做起來可能 太過於油膩感或者是糖度太高 油膩感這個事情是在Lupac的發酵奶油當中 基本上是不太會容易呈現出來的一個味道 所以我們利用Lupac的無鹽發酵奶油 來做奶油酥 其實它相對的是帶有奶油的香氣 但是它不會產生過多的一個油膩感 整體的風味吃起來 雖然就不管是 就算是在夏天天氣炎熱的時候 我們在吃奶油酥的時候 它一樣不會產生過多的一個油膩感 這是Lupac發酵奶油 我覺得在做奶油酥上 最大的一個差別跟收穫 所以我這次也把它設定在這次的課程當中 分享給大家 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奶油酥